我是音頭 歡迎回來 接著頭條焦點要帶來關心的是 台中警方破了一個 以高香茶當作暱稱的販毒集團 他們在住宅區 用工程行來當作掩護 確實他們白天的時候 會承接一些工程 還會外出到這邊來進行施工 但是晚上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接單 直接販毒送貨 而這位賴姓祖賢 其實他用通訊軟體 來接受訂單 甚至還會派遣員工們 當起小蜜蜂 負責送貨進貨記帳跟分潤 他們的分工是相當相當細膩的 而警方也一共查獲了毒咖啡 三百五十包 還有彩虹菸二十六指 一名工程行男員工 走向停在路邊的車子 看似正準備開車出門上工 但這一舉一動 都被警方監控 因為他不是要外出工作 而是當小蜜蜂去送貨 送的貨是毒品 大批員警進到工程行內 桌子上擺放的 不是工作用的機具設備 而是白色透明盒子 裡頭全是毒品粉末 警方調查三十歲的賴姓男子 已被囤這處工程行作為掩護 在網路上販售高山茶 但裡頭裝的不是茶葉 而是毒品卡西銅 它是天然植物中所含的生物鹼 葉子曬乾後就像是茶葉 成分類似安非他命 具有強烈成癮性 因為價格便宜成為近幾年信心毒品 另外警方還查扣到用財神爺及彩虹小馬等包裝 偽裝成的毒品咖啡包三百五十包 還有毒品彩虹煙二十六支 於網路上以暱稱高山茶為名 由賴嫌派遣多名小蜜蜂 負責訂單交易毒品 賴姓男子是工程行老闆 和親民員工白天接水電工程 外出施工 晚上變身成大藥頭 利用通訊軟體接收毒品訂單 誰交貨誰記帳都規劃清楚 分工細膩 警方發動搜索 逮捕賴男及親民員工 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條例罪嫌送辦 華視新聞保證許一文 台中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